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是明镜火拍的和平先生希望重点栽培的项目 叫新闻时事报 我呢,没做过主播 今天他把我放在一个主播的位置上来了 因此呢,我做一次主播 这个节目呢,我们要谈的一场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就是新华社的已经逝世的社长田聪明 这个田聪明呢,这两天去世 他得了什么病啊 大家只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照片 在一个场合呢 大家看到就是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也不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场景啊 就是对这个照片深处很多的联想 那么这个田聪明去世之后呢 他的一个下属啊 叫唐老鸭啊,实际上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 这个唐思珠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怀念啊,纪念田聪聪啊 就是田聪明啊 里面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 这就是一个啊 等于是一个老百姓啊 一个下属回忆这个田聪明的故事啊 这里面呢,最好涉及到一些人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田聪明呢,他涉及到两个啊 啊,卸任的政治局常委 一个是刘云三啊 一个是王岐三啊 这两个人名呢 这两个人跟田聪明都有故事 然后呢,又带出一串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把那个何平先生请到啊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新闻观察员啊 你们喜欢这个名字吗 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名字啊 他现在叫新闻观察员 请他来谈这些故事啊 他的故事应该啊,一个接一个的 好了,现在我们导播先把何平先生请进来 请他来讲故事 好,何平先生你好 pen,上一 cualquier 新闻观察员,就是万金游 你就给他今天一个万金游一下啊 那个天润海北的给大家八卦八卦 万金游要好怎么着,你都可以讲一讲 本来一个省部届干部的去世啊 一般都上不了我们的新闻时事报 但是因为由于这个人物 他的经历比较特别 因为他曾经培养了一个通讯员 把那个通讯员由通讯员培养成为记者 原来后来居然成为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沙皇 这个刘仁三 后来甚至不但是主管意识形态 其实刘仁三到了后来还主管党建工作 党的建设工作听起来比较虚啊 实际上就是人事工作 组织工作 当然也包括教育工作等等等等 所以刘仁三一度权力是非常之大 而且刘仁三的故事 在中国政坛上并没有因为他下台而完全完结 因为他跟中坛的千声万里的关系 未来在我们的节目中间 大家都会慢慢看到 那么田仲明另外一个事情刚才讲了 跟王岐山的关系还是有一种间接关系 他真正更直接的关系是跟前总书记 这个胡锦涛先生 是当过胡锦涛先生的副手 胡锦涛成为西藏区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副书记 而且两个人一起参与经历了所谓的平暴 也实际上就是用暴力的平暴 我们应该反过来讲 应该叫暴平 什么意思呢 就用暴力的手段 去对付平民老百姓 那么当时候听说田仲明 因为搞过新闻工作嘛 就是把这个 胡锦涛的一张大陆钢会的照片 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面 这张照片我不知道现在早不早了 昨天好像没出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听说 这帮革命员们看了以后 很欣赏 哇 没想到这么一个白嫩的书生 居然可以干出这么残暴的事情 那不跟我们革命老同志们是一样的吗 可以杀人不眨眼吗 所以就是他了 这纯属是民间八卦 但是呢 1989年六四大屠杀事情所发生的 西藏的暴力 对付老百姓的事情 确实成为了胡锦涛的一个政绩 所以很多人说胡锦涛温和啊 在这样一种残暴的体制之下 他能够当下那个官 能够坐稳那个位置 他要温和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很有趣的是 田聪明 并没有因为 跟刘云三的关系 和胡锦涛的关系 叫什么 有个成绩叫什么 就是升得很快 对吧 没有 得到升天 得到升天 然后他熬了十几年的副部级干部 在凹成这个 什么这个 这个新华社的社长 在新华社当然就是中国的一个 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 在这个任上 他也没有真正的升上去 甚至也没有给他一个副国家 领导人 所以他和刘云三 和 这个谁的 和这个胡锦涛的真实关系 我们还不是真实的清楚 因为我们只能看简历嘛 我们只能看背景嘛 或者是听一听新华社的朋友讲 或者是听听西藏的朋友讲 或者听一听内蒙古的朋友讲 他们真实的关系 这种猫腻啊 并不一定是因为当过副手就关系特别好 或者是曾经 提拔过你 已经一天报恩 这个很复杂的 但是这个里面 确实踩出到了 周慧 而周慧这个事情一踩出来 结果没有想到 网上讨论很多 对对对 很多人给我说 你有的东西讲错了 比如说你讲这个楼三会议 人家明明只有这个彭黄 这个张周 彭黄张周我昨天忘了黄什么了 马上网友告诉我 黄克成 得黄克成 你怎么把黄忘了 也是你老乡嘛 著名大将 也是老乡 但是他当年 是个什么部长 对吧 是个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还有张问天 外交部的副部长 然后下面就是周 周小周 是这个湖南省委 第一书记 人家说 那个周慧不够资格 哎呀 这位网友朋友啊 我也不是批评你 就是历史啊 一直看到一面 还有另外一个更复杂的场面 其实最开始的名单里面 是有周周 叫 彭黄张周周 而且周慧 他的地位并不低 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湖南省委的 常务副书记 周小周之后 他是代理第一书记 而且他的革命资历不浅的 他们叫 慧家三星帝 我们昨天讲了吗 因为昨天是临时上这个节目 没有来来去查资料 我现在没有空查资料 但是我记得是 他们是这个 跟陕西的 白市三星帝 就是什么 一个村里面出了 三个省委书记 这个 慧家呀 他们是江苏人吗 也是出了三个勾盖 大哥叫 慧美山 好像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这个是跟着他们参革命 三个 叫慧 日 慧摩语 慧摩语 就是江苏省的省长 跟许家诚先生打过当 但是资格比 许先生还老 所以两个人掐家的时候 老革命啊 压他一头 他是1989年7月份就去世了 然后周慧的资格很早 他的三个坐牢的时候 他就跟着一个老革命啊 去干部革命去了 这个老革命是谁呀 陈北雪 你看 陈北雪就是后来提拔了 李源潮 梁平波 和曾庆红的 这个人 这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全部连在一起 所以周慧的资格很老 他是南下干部 从北 一下来开始是 好像是湖南投给委的什么主任 后来 又担任了湖南省这个 湖南省 义央地委 书记 义央是你们周立波同志的家乡啊 还有一个历史学家你读大学的时候读他的书啊 减百赞同志 减百赞同志不是你们汉族啊 不是湖南人的 他是满族啊 也不是维吾尔族啊 维吾尔族 搞错了 对吧 让你清楚 对他是湖南陶江嘛是不是陶江 我就知道他大历史学家 陶江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一样就出来一个家乡巨变嘛 家乡巨变的作家叫周立波吧你知道吧 你读过文是没有 暴风作语 是吗 周立波作语没有是暴风作语 不是家乡巨变 反正我知道暴风作语 我们家有一个人学中文的 回来老给我这个鲁锅毛疤老巢 就念这一套行话啊 我记得周立波士加上这边我都忘了 暴风作语 这个这个网友你可以查查 我们不是文学界全中人 我们现在记忆里也不行了 主要是 有时候做节目犯的错误挺有意思的 网友马上给我们补充起来了 不管他了 我就讲周立波士这个一样人 原来他在一样工作以后后来是在湖南湖在农业工作的 这么一个省委 省委副书记 所以楼上会议开的时候 他很长时间就不能去开 老毛要去开 他说他不能开为什么呢他开 解决农业问题 解决贫困问题 因为楼上会议你还记得吧是1959年 你记不记得是这样 理论写的 一个是7月份 7月1号 到8月2号 应该是这个时间 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什么叫政治局扩大会议 乱扛成一气 就除了原来的政治局委员 我叫谁来就谁来 所以叫扩大会议 就等着老毛胡来 那就是我的会议 凡是叫政治局扩大会议的 就是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扩大就是随便扩大的 然后之后 到8月份到 8月2号到8月8几号到8月16号 是这个中共 八届八种全会 也就是说 八届的时候第八次会议 就是下个月马上开 19届二种全会 就是说第2次会议一样的 在这个会上 因为你的老乡 彭德华 出上书 万年书 就讲湖南现在饿得不行了 而这个里面因为又是老毛的家乡 又是这个 周小昭 周慧 他们在这个 参与调查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 张温天 所以他们整个呢 就是一个小圈子 后来就被 因为他们关联还包括这个 李悦 对吧 李悦当时是个纪录员 所以整个楼山会议就跟这些关系就扯在一起 那么有人就说 实际上周慧 在楼山会议里面 他好像实际上没上去 因为他生病了 所以楼山会议他是被冤枉的 所以到了后来老毛 才把那个几个名字叫什么 彭皇 张 周周 把后面那个周 给拉掉了 好像才四个人了 所以我们一帮网友一看 就以为是这个四个人实际上这个是有那个姓周的 有这个周慧 当然 周慧没有被打为反革命集团 但是呢也是被贬下去了 后来离开湖南以后 16年6几年去了交通部 如果你看一本简历 写的是交通部副部长 其实不是的 他开始是去交通部的工业局当一个副主长 后来又到一个什么 局当副主长 一直到 毛泽东死了 1977年 才当交通部副部长 后来呢 就是老干部开始重用嘛 他资格很深嘛 我前面讲了 陈伯昕开始掌握权力了嘛 陈伯昕的哥们 是谁啊 是你们湖南老乡刘洋的 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跟他们在一起 少年国际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嘛 所以 为什么后来曾经红 李渊潮 梁平波 他们后来被重用 其中一个原因就跟陈伯昕有关系 陈伯昕为什么有关系呢 因为陈伯昕后来是协助 邀邦同志管人士 管人士 培养新一代 所以呢 陈伯昕的 当年的一个小老弟 周慧同志 到内蒙古去 当第一书记 这也有说是邓小平的 邓小平说的意思 邓小平是到了后来 在内蒙古 跟这个周慧同志谈话 那是后来的 肯定了周慧同志在 内蒙古的一些作为 农业改革 对 农业改革 农村包藏豆腐 不仅是在安徽是这样 在内蒙古 这个安徽有万里 这个内蒙古有周慧 这个四川 有紫阳 这个江苏 还有暑家团同志 那么其中后来最有名的 是万里 和紫阳 所以这两个人就调到了中央 对吧 一个是 后来成为了人大委员长 一个是成为了这个总理 有趣的是什么呢 万里和周慧家座又跟你扯在一起了 等一下我们再扯 就看 跟万里 变成了亲家 这好玩吗 对吧 徐家庭到后来还是 在 他因为搞相当企业 比较有名的那个叫社队企业 后来叫相当企业 那么 他跟这个周慧的哥哥三个 打架 掐架 掐得在江苏逮捕下去了 要退休了 但是没想到 最后一瞬间 老邓赔板要他去 香港 香港 这又变成另外一个 辉煌的故事 跟你就有一截了 跟我又有截在一起来了 那我回头讲一讲就是 这个周慧参加楼山会议啊 出了一本书 这专门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很有名的 对对 这个看字上的就是 专门谈周慧和卢山会议的关系 这个 这个全员赤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 写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啊 这个黄丽娜呢 你也介绍一下 黄丽娜同志 是周慧同志的 媳妇 媳妇来了 媳妇 那么黄丽娜的 先生 叫惠晓斌 惠晓斌是谁呢 是黄继山的 铁马 又跟黄继山扯出来了 又跟黄继山扯出来了 惠晓斌是他的这个周慧的孩子 因为周慧啊 他本身是姓惠 所以他的三哥 叫惠莫宇 大哥 叫惠美酸 OK 名字我记得记不记得得 但是他妈妈的姓周 所谓为了参加革命 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搞民运把名字改掉一样的啊 你好像没改过 我也没改过 我也不搞民运 做不改名 那个账不改姓 这个周慧呢是用了他妈妈的姓 所以他的儿子呢 和女儿 孩子女儿 后来又改回到了他的本姓 所以惠晓斌同志呢 就是周慧的孩子 那么他本身呢 是在这个中国建设银行 担任中国建设银行投资公司的 总经理 党委书记是个老同志 财经系这个重要人马 我们知道 王金山的重要基地 就是建设银行 他是建设银行的投资总经理 那跟王金山同志 他是 铁马 铁马 但是建设投资银行 党委书记是个老同志 总经理 是惠晓斌 惠晓斌这个人 我的朋友跟他很熟啊 就说这个人非常豪爽 江湖一气 然后又是 高杠子弟 一般人虽然对周慧不太了解 实际周慧的势力是很大的 对吧 虽然周慧到了晚年啊 听说胡子拉扎 我的朋友去见他 胡子拉扎 遭老头一个 住在中国青少年什么基金会后面的一个院子里面 但是他实际上在中国的政坛是很有作用 很有力量 他也完结 他家族也没有完结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受的迫害是比较少 楼山会议 他也是 没有受到彻底的打倒 只是被贬值处理 所以还不错 所以这个慧小斌呢 就有一点高杠子弟 北京大爷的这种豪爽气格 就跟那个党委书记关系闹僵了 闹僵以后 你要知道 直任你后面有人 对吧 你闹僵了 脾气大了 哥哥们有大哥皮夹没关系 就把他调到换一个地方 换到哪去了 换到了深圳 他为什么换到深圳呢 是以中央的名义去的 因为深圳出了很多问题 建设银行 所以建设银行的总行 就成了一个调查工作小组 慧小斌同志当了组长 当了组长以后后来觉得深圳不错啊 我很多朋友 或者说 以中央名义 到深圳的调查工作的人 好来调查来调查去 就到深圳就不走了 其中有一个 跟现在 大家有名的一个 网上这个 经常发表这个疑问 这个很刺激的叫 曹伦清同志 跟你很熟吧 你是同事 曹伦清同志跟我是一个 一个 这个 办公楼 深圳法治报 不是 他是 清明报 那是非常有名的报纸 很重要的报纸 曹伦清同志在里面当副总编 那么 他们这个报纸发表了很多惊认的议论 一个是叫郑小平退休 因为郑小平退休后来就 中央就判人的 对他们进行整正 其中一个整正的 领作的组长 新闻出版社掉下来的 宣传部 这个后来就自己被回去了 把深圳清金报清理 一场 把深圳清金报 把深圳清金报 那个垃圾呀 用纸包全部包起来了 那个后面就成为了深圳清金报的革命历史 我都不知道曹伦清同志不知道这回历史 那个时候的 李国平 深圳清金报的 这个徐吉亚 跟你的哥们啊 就是我们刚刚去世的刘晓波同志 好哥们 是他们吉林大学的同学 那么后来那个去 那个那个那个 调查深圳清金报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工作者 更有意思 他也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以后成为了深圳新闻出版区的区长 人挺好的 后来呢成为 香港文匯报广州办事局主任 结果不知道什么问题 随着什么经济问题 逃亡 十几年 二十年没进人呢 知道吧 一是在云南呀 十几年以后 他居然还举动投案 被判了几年 现在已经出来了 祝福他 我就顺便讲这么个故事 应该再多多 多多几年 然后等那个追溯时效过去 就没事了 这个 说到这个要邓小平退休的事情啊 两个人让邓小平退休 都是不好的下场 那一个是曹丹青 大家知道 他后来台湾流亡 还有就是胡耀邦要邓小平退休 最后胡耀邦给 给气死了 你看看这个 房子就是说要邓小平退休啊 这个事情啊就是不能碰的 那我回过头来讲这个 因为要讲这个故事 生了青年报的故事 那还是曹伦青先生讲比较好 什么事你采访他一下 对啊好 讲一讲 讲你们的老故事 上次和亲年代讲你们老故事 对对对 然后这个 惠小平 同学 同志 哎 就绝对留下来 留下以后当什么 他当 建设银行生涯 的行长了 这个玩具上有关 整整半年完以后就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呢又去光大 到香港 在光大一个什么公司当过一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时候 谁看他有点不顺眼 听说是 朱镕基 那个时候是光华 光华是 朱小华年代 朱小华不是后来被整掉了吗 对 很惨 然后惠小平同志呢 也就后来回到内地 现在听说住在深圳 搞了一大堆公司 然后这个 但是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故事 差点忘了 他当时以建设银行的总行的 明年来到深圳进行调查的时候 因为你刚才不讲了那本书的名字吗 黄莉娜吗 我在扯了这么多 现在扯回来 因为很豪爽 很江湖义气 那个时候他有吹 深圳条件不错吧 所以当然不想去北京 周家的孩子 周家的孩子啊 都很江湖义气 哦是吧 等下再讲了故事啊 绝对是 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 吃饱饭 像深圳一个什么什么 从酒店 我一下子忘了这个名字了啊 朋友跟我讲 到停滞场去取车 孩子坐上车 自己坐上车 突然气费爆炸了 幸亏 这个炸弹威力比较小 后来别人说就是警告一下你 惠小平同志 也许是一个中国造的炸弹 咳咳咳咳 然后惠小平同志 就立即把 自己的妻子 和儿子 送到了美国 这就是 诶导播 麻烦你把那个书的封面送上来 这个 周慧和卢山会议 对 黄丽娜 女士 现在是在法拉斯林吃饭可以碰到她 还是在洛杉矶吃饭可以碰到她 还是她回到中国去了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她的先生 惠小平同志呢 在深圳做事 你做的不错 当然那个里面更复杂的故事 咱们就心不扯了 因为今天要不是扯的话 两个小时扯不完 我们再回过头来你讲的 周家的 这个周慧家座的人讲义气 对 田聪明死了以后 我不说这个新华社的这个记者吗 这个唐思真 这个很多人都说唐思真 他有一个别号 叫唐老鸭 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 这个唐老鸭一个人就是一个 新华社 所有关于中东战争的这个消息都是他发的 他叫著名的战地记者 是吧 他是立了大功的 那个时候中国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 然后唐老鸭就通过他的这个 冒险的这种经 中国记者这种冒险 唐老鸭是头号啊 他开着自己的机部车 穿梭在这个战地的前沿 两边 两边都跑啊 然后都找他说话 通过他来 传递话给全世界 包括传递给中国政府 因为 中国政府那时候声音是很重要的 通过他的传 因此呢 这个 唐思真这个人呢 在这个 这个举动啊 给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觉得干得好 啊 干得好 这个唐思真呢 跟我是北大校友 跟我呢也是政法大学的同事啊 我们都我们早就认识 啊后来呢 他从政法大学 跟嘎嘎嘞儿 调到了新华社去 然后成了一个大牌的记者 那么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先不提了 89年的时候 我们还在一个 还在一个车上 啊 送严明傅先生去这个广场 给学生调节啊 我居然不知道 唐先生也在这个车上 这个车上总共那么十来个人 我还不知道 只知道有一天 他说他也在这个车上 我想这个世界真小啊 这个田聪明 死了以后呢 唐思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 就回忆他跟田聪明的关系 这个里头回忆呢 就把好多故事就扯出来了啊 就是唐思真在中东报道 这个伊拉克战争之后呢 被新华社给 后来给整了 双开 没有工资 开口胆急等等啊 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人出来资源他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丁关根啊 包括何鲁利啊 包括黎平的夫妇啊 包括小 中央电视台的小崔啊 他叫崔永元啊 一系列的人 还包括北大的这个季献林 那么为什么跟北大扯起来的呢 这就是 涉及到跟周慧嘉的扯上了 这个周慧嘉有一个女儿啊 在北大 嫁给了这个一个谁呢 叫李锦文的 这个李锦文是中国驻伊拉克的 这个官员 然后 以前来吧 对 然后这个 以前呢 对啊 然后这个 唐思真被新华社开除 半年不发工资了吧 在家里生气 他老婆这个怀得孕 啊就骂这个唐思真 你看看你老婆养不活 搞得唐思真情绪继续低落 这个信你的 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 你立了功呢 你怎么会没有工作呢 他就找人去告状去 那么就 他老婆不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 周慧的女儿在北大吗 他就把这个事情就 他说这是他的恩人 这是这一对夫妇 是他这个事件 转机的最大的一个恩人 啊 就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了 就找了几千铃 几千铃也给他写 写东西 给他呼吁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 这个田 这个这个 找到这个 姓李这个周慧的这个女儿之后呢 这个周慧的女儿跟田聪明也说 啊因为 周慧在这个 在这个 热盟 啊 这个田聪明是周慧的秘书 政治秘书 对 那么这个 跟别的秘书不一样 什么政治秘书 就跟他解决重大问题的 刁腻工作 因为 田聪明当时在 新华社内蒙古分车工作 当时没有打当 刘仁三 所以说周慧这个人呢 这就是周慧是历来这个在很多人年纪是政治开明 为特色的 他的儿女们呢 是这个以江湖义气比较重的 啊这是他 唐思真和周慧家的关系 那么我跟周慧家什么关系呢 啊这又扯上来了 我认识他我不知道周慧有几个孩子啊 但是我认识其中的一个 对呀 我们刚才已经出了一个人物 叫惠小斌 现在我们马上出来第2个人物是谁 对呀唐思真这个 写这个田聪明的文章出来之后呢 给我看了 我特别惊讶 我说这个世界真小啊 怎么又扯出一个周慧家的女儿出来了 我不也认识一个周慧家的女儿 而且她对我还有恩 89年时候我逃逃难 不是要叫逃难了 以后要转移转移 逃到了温州 逃到了温州一看那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没得去 是不是跟吴仁华在一起 对呀 吴仁华带着我去那带着我刘苏里杀人 逃乱了温州 到那鬼地方去根本就没地方去 后来 一看他说要回来 这个因为他发通缉令嘛 通缉我嘛 哎我一想 不会死人了 应该回去了 搞法律斗争嘛 我就回来了 因为从温州回北京的路上 我经过南京就给这个周慧的女儿打了个电话 哎他他也不知道我这些 他知道 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我怎么给他讲的了 反正这两口子就在 给我请我吃饭 请我们那个 啊 给我们买水果啊 这个给我们送到火车上 等于他说我进监狱前进监狱以前 到火车站他们两口子送我的人 安排我这 安排我这一段 所以说呢我 一直对这个周慧的这个女儿这个 包括我苏里啊 一直感恩戴德 就是知道这么一段啊 后来 多少年以后我到美国 到美国之后 我就重新跟他联系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小平啊你能有好消息不错啊 他一定要爱国啊 哈哈哈 对呀 那他在江苏什么地方工作 那时候他在南京嘛 南京什么地方 南京我 我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 我就知道他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啊 一个一个一个女性杂志 对 嗯 是莫仇还是什么东西 对对叫叫什么什么仇的 莫仇对 莫仇是互联的 对呀很有名的那个杂志 对呀就是 你确定他是周慧的女儿 当然 毫无疑问了 对呀对我们 我们在北京 他的先生是谁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名字啊 不知道名字 好像是个军人啊 你刚才讲的那个 李锦方 李锦方 李锦方的 他他也是周慧的女儿 对呀 嗯而且是对 也是周慧的女儿 至少有两个女儿了 加上你说的这个 惠 这个 惠要变成孩子了 对对对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现在我们今天 做一个新闻了 就是把周慧 这个 现在这个 明镜做这个新闻了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台证 就是我们跟网友联系在一起 对今天 我们 这个新闻 能不能看 万能的网友能不能帮助我们 把这个 故事做完 对 而且纠正我们做新闻里面的一种 一种缺失 你刚才讲到了 李锦方先生 有一个 夫人 是周慧的女儿 这是一个了 对对对 不知道他姓名是甩 嗯 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嗯 第二个是你讲到了 有一位他的 女儿 曾经在南京工作 嗯 在杂志社工作 在互联工作 在北大的 东语系 叫阿语 叫阿拉伯语 这个周老师啊 周老师 对对对 一个就是 等于是教授 对对 一个等于是在南京 这两个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不是一个人 OK 不是一个人 是不是跟这个两个人有重叠关系 还没有重叠关系呢 我今天先讲一讲 对 一个叫 惠鲁森 不知道的 啊我们的导播啊 我刚才来不及 现在能不能查一查 惠鲁森是 惠州的惠 嗯 鲁是山东鲁 鲁姓的鲁吧 山东鲁嘛 惠鲁 森是生活的森 那这看起来是在 山东森的 惠鲁森 惠鲁森呢 是周慧的女儿 嗯 当过 北京东东区的 中城区的 处委副书记 还是副处长 后来成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好像当过商标局的局长 后来当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副处长 然后调到国家医药管理局当副处长 这个人叫 惠鲁森 是他的大女儿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他应该是1947年生 那剩下的两个女儿 就应该是比较小的了 有可能是 但是故事还没有了解 我刚刚讲到了 周慧 许家腾 赵紫阳 和万里 他们当年是四个在地方 搞改革开放式比较有名的领导人 其中 周慧 和 这个万里 结合了亲家 万里的家族的人是不错的 我初年碰到万里的孩子 他跟我说 你赶紧跟卢宇小弟讲一下啊 我没有贪污啊 你看这个 楼大哥怎么把我写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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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里面贪污了 他现在就写错了 我还转过来楼宇先生 我也来说说 我后来问了楼大哥 他也是听说的 这个情况呢 他不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别人这么一说啊 但是具体的情况下次你请楼宇先生来讲 那么万里一个女儿 不是 我讲错了 万里的秘书 不是女儿 也不是亲家 我刚才又讲错了 万里的秘书叫王顺僧 你们现在直直到北京有一个地上大亨 那是万里的秘书 其实万里有另外一个秘书叫王顺僧 三分王 顺利的顺 生活的顺 我们倒不可以找出这个照片出来 这个人呢 在万里当了秘书以后 后来他到了广东深圳 从深圳的罗服区 当过区委副署官是副署长 后来成为深圳的副署长 深圳这个副署长啊 你也可能是个副省级 你也可能是个政局级 听说为了解决他的政部级问题 你不知道在官场啊 为了解决某一个级别啊 就是要搞战略转移 他战略转移到了 珠海 在珠海混来一圈 成为珠海的市委副书记 和珠海的市长 然后再回到深圳 就享受了政部级待遇 这些主席 就成为了这个这个 这个是周慧的大女 惠罗生 惠罗生 他退休之前是 国家医药总局的 副署长 之前当过国家工商行政总局的副署长 也当过 行政总局的这个商标局局长 之前是在北京市委下面的一个区域工作 这个 她是大女儿 所以你刚才讲的两个女儿 应该是 小女孩 然后还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王孙生 就是 是不是是四个女儿 还是三个女儿 还是这个名字里面有重叠的 还是有什么误会 请我们导播先找一下王孙生的照片找出来了 是吧 那个我已经把那个照片那个政协主席那个照片 给他给个导播对 有吧 然后他掉出来 掉出来 他就马上就可以了 你看就是这个是万里的秘书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错了 什么成为他们亲家现在完全讲错了 老子有时候搭出线了 年纪大了 就是 所以万里的秘书 成为了 周慧的 女婿 然后听说 啊 他为了这个 什么房地产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跟他老婆搞了个假离婚 但是这个是官场的 这个传说 因为早几年不是为了房地产的事情什么 很多夫妻 假离婚吗 但是我也想不出周慧的女儿 和王孙生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造假不是很盈利的事情吗 要搞真的离婚吗 不太可能 听说他们还是住在一起 但他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手术呢 还是这个手术根本没办 这是 这个世纪流年我不知道 反正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来了 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今天采到了 这个 这个 从田聪明采到周慧 采到了这个 这个 唐时针这么大记者 采到了这个王金山 采到了建行 采到了王孙生 现在我们还是要扯回来 田聪明 田聪明 田聪明这个人给人的印象啊 是很开明的 这个开明呢 一个是这个他跟周慧的关系 说对周慧对他的印象很深 很开明 这一个另外那个他帮这个唐思珍这个 唐思珍不是给新华社给搞 搞了这个开除双开吗 是这个田聪明让唐思珍 这个恢复工作 啊这个 这个 而且让他长期疗养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唐思珍念那个 田聪明的好啊 就在这 嗯 他说这个整这个 他说这个新华社啊 这几个领导里头啊 郭超人是北大的这个 唐思珍的校友 就一直照着这个 唐思珍的 上面木青也很开明啊 坏就坏的谁呢 这个 曾经辉你老乡 那这个谁之后啊 郭超人之后 这个这个田聪明后面那个人 格成人之后 是 就是田聪明 李学军 有个叫李 李什么军的 然后再是蔡明赵 啊 有个叫李什么 李学军的好像是 名气不大 那个 这个 蔡明赵现在还在台上 而且还当了这个中央委员 王一山一直想把他整掉 嗯啊 一直把这个蔡明赵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也没打下来 这个就是这个叫叫李学军的啊 应该是 一直这个跟他一点过不去 就是利用 这个 郭超人生病的机会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谁呢 把这个唐思珍给干掉了 就让他失业 没工作 所以说半年他都没工作 几乎是用 唐思珍的话要把他整死啊 那时候啊 唐思珍生病啊 他的 到伊拉克去 做这个暂地记者得了一种 怎么障碍性贫血的一种疾病 根本就没有 没有治 唐思珍是个很完命的一个记者 为了记者他不要命了 所以得了这种怪病 怪病之后呢 这个生病也不好 后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唐思珍 这个时候出来写这个田聪明的这个回忆录啊 他真的是田聪明在危难关头 帮了这个唐思珍一把 所以他非常非常感念这一段恩情 恩情 你再看看这个田聪明最后死的那个场景 这个人看着在体制内也不怎么受待见的 应该是这样 虽然这个 这个位置引到了新华社社长的这个位置上啊 也是这个 啊这个 跟刘云三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我想呢 在某位置上他可能 不太 被荣誉体制 对 因为田聪明这样的人啊 平时在官场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有个性的表现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个一个案例 来表现出来 你刚才讲的新华社那个社长叫李成军 李成军 哎讲到刘云三也是这样啊 我们看到的都是左的 干到的都是贪污虎话的传闻 实际上 就跟他同过似的 当时的更成团的系统的人讲 刘云三其实当年也是很开明的 所以人有很复杂性 但是田聪明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 新华社没干净好事 但是新华社里面 多数人 已经被那个体制变成僵化的一部分了 但是有那么几位呢 他总是想自己做事回事 例如新华社 有一个女记者 对吧他也是国际部的 也是这个美国 这个战争期间 他是不是一来回来跑到阿富汗去了 对吧 后来在这个华尔街日报还当过这个英文的记者 后来一度主持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 听说现在在香港 我就哪都讲他名字了 就是这个 也是在新华社国际部 也是 后来被整了 我知道你说谁 因为你讲的是一个女记者嘛 所以你这样子就当了一个 没有 这个媒体界的名人嘛 当然我知道 对 不要八卦了 我们今天节目太长了 对 但是我就是 还是要再好讲一句 就是他死亡的这个照片啊 是那么 恐 恐 恐吓啊 就是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聊到这个事情 就讲到了 实际上这一趟流感 这个是在南方 引起来的 其中 在南方 在香港 近年死到的人 在8月6号之前就已经死掉327 没听说啊 这个事情 应该了 香港是把他报的出来了 但是最近几个月没报的出来 当时候在8月份的时候 香港的媒体就讲 这趟流感是香港死亡的人数之多 超过了当年的SARS的事件 就在香港 8月份以后现在我们也仔细去查那个数据 这个也是朋友跟我讲的 那么这趟流感现在在 已经进入了北方 那么北方的很多朋友 也得了流感 感冒这个事情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很清楚 你说你什么病啊 你说感冒了 我们不会把当回事 但是呢 感冒引起的死亡事件 它的这个死亡率之高 是远远超过大家的这个想象的 所以 病毒性的这种流感 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 那么通过这张照片 我们显示着它的可怕 但是中国的媒体 对这一场这个病因 这个感冒的流传的这个状况 没有任何报道 所以我们希望 新闻时事报 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是讲了一个周慧 王岐山 晋升银行 惠小斌 周慧家族的故事 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 是这场病 的情况 是不是蔓延 有没有 这个很大的危害性 还是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 希望是个孤立的个案 但是有一些人 得了这个病 说生不如死 好啊这个病 我们应该继续关注 这是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的问题 嗯 好啊 这个我们扯了一个小时了 啊 谢谢大家 听我们唠叨 啊 今天呢我做了一回这个 主播 啊 请了一个 新用有新头衔的和平先生 新闻观察员 哈哈哈 谢谢大家收看 收听我们的节目 啊 我们下次节目继续会面 再见 再见